繼續開會 也有搭配那個室內電話的這個事情 那他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已經判決確定是中華電信敗訴 那我請教你 其實你們在九十六年度的時候 你已經對中華電信開華 你在九十六年八月間 你華了他三十萬 那照講你九十六年間華了他三十萬 那我們根據電信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 就第六十二條之一的第一項第四款的規定 你說好 那個可以儲三十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的華環 並通知限期改善 借期沒有改善者 你可以聯繫處罰一直到他改善為止 或停止其營業的一步或全部或會止其特許 那你從九十六年都已經知道他違法了 你已經知道知道他那個 甚至在九十七年的企業的時候 那中華電信又向你們申報 他要申請那個什麼專用用戶回錄的 ADSL的服務的資會 那你們也認為說他那個匯率不合法 不合不合理 有害有損害到消費者的潛意 所以你在九十八年的一頁的時候 你跟中華電信說你不宜合定 可是他人家沒理你啊 你從九十六年開華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直到現在 現在反而確定 那你為什麼沒有聯繫處罰呢 你為什麼放縱他呢 放縱他繼續一直跟人家收一直跟人家收 超收 我昨天是講說 假如說兩百萬戶都用 後來他說原來就有了沒有 沒有那個沒有那個全部那麼多 昨天有跟我講說差不多有三億多 超收了三億多 要退給人家啊 那也不也不退 也要到我昨天質詢 他們才退 那你為什麼處罰處罰三十萬呢 這麼嚴重 你在放大長塔四年多 任由他一直收一直收 他根本不理你們不甩你們 請問你為什麼沒有聯繫處罰 為什麼處罰三十萬 你為什麼不跟他處罰五百萬呢 你為什麼不創銷他這個項 這個項業務呢 所以你既然你又保障人民權益的決心 你沒有錯你把它開華了 可是你沒有徹底執行 所以你才會導致於中華電信 多收了四年的業租會 那現在中華電信又不 持延付款 他也不退人家啊 你也是放縱啊 你是夠肥肥車啊 你在那裡有人理你嗎 沒人理你啊 那你為什麼不拿出你的破例出來呢 你為什麼放縱他這樣子呢 為什麼沒有聯繫開華呢 報告羅委員 我那時候還沒有進到會裡來 這些為什麼沒有這樣子處理 或者處理的過程 我請陳國榮處長來說明一下 報告羅委員 基本上這一個部分也就是 當時委員會認為他這樣的搭售的部分 在慣例上面是 在過去的處理沒有這樣的作為 所以說認為他這樣 不准他做這樣的搭售的行為 不是啊不准他處理啊 對啊 你們也認為他不合理啊 所以你們才會下令 你認為不合理 所以才會下令他取消嘛 對不對 那你既然從96年你就下令他取消了 他不理你嘛 四年不理你 那你為什麼沒有聯繫開華 你就花了一次三十萬就算了 那你當然啊 他願意讓你花三十萬啊 他超受三億多啊 這個當時有一些法律的見解 是不是能夠請那個 沒有請法務處長說明一下好了 當時的處理的方法 報告委員在 因為當時他有提訴願 一致到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所以在訴願在過程中 其實雙方有很多的攻防 那在這個案子到昨天確定之前 因為這一個法律的關係還沒有 在沒有經過法院的確定之後 其實這個是有爭議性的 那今天經過法院的裁判的確定之後 我們一定會根據法院的裁判的理由 跟他的意志來就 他應該法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明確的來執行 那這個部分 當然因為是當初不錯 這個打到這麼這麼久的時間 在雙方在行政征送的時候 雙方在這個 法律適用的攻防上面 有很多的變化 不是啊 那也就是說你在跟他 你們在跟他執行這個訴訟過程當中 你也認為說你沒有把握贏 你也認為說你這樣划 那假如說 在沒有把握你那30萬你就不用划了啊 你已經有開划 就代表你認為說他就是違法 違法你再開划啊 那既然是開 你認為他違法開划 那你就要繼續划下去啊 那為什麼只划30萬 為什麼每次 就為什麼很多的財團 很多很多很多的那種 那個像你們好 我等一下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什麼投顧公司的 的的那問題 第二個問題要問你們的 就是說 你們就每次開划 啊 卡划30萬 不痛不癢 他受三億耶 他是四年來超受的三億多啊 但他那個三億的利息就多少了 那他現在你是不是要強迫 趕快退位給人家 主動退位給人家 他家計利息還給人家耶 呃 報告委員 因為我還是跟回回到剛才的論辯啊 就是 今天因為當時 在本會的立場 是認為他要罰 所以我們也做了採法 但是因為 中間的訴訟過程中造成 今天這一個 關係 法律關係沒有很明確的 定定定 那今天 既然經過法院已經明確 可以支持 本會的 這個論點 那後續我們再 現在不是訴訟 你看看喔 按照你們的電信法 六十二條之一的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你要叫他改善 這跟訴訟兩馬四柔 他去打你的認知就是這樣 假如你對一般的老百姓的話 你根本訴訟歸訴訟 看到不影響執行嗎 看到你這個 我們很清楚看到你不影響執行 你還可以照做 你還照滑 你一直滑下去啊 那你沒有滑 你放中他嗎 這樣子報告樓委員 那個我剛才也請教他們 那麼我想大概第一點就是說 其實當時委員會 我那時候還沒進會裡 但是我想委員會已經不認同他這種 用幫斗在一起的一個促銷方式 我想這點是確定的嘛 所以才會做那個決議 就是希望他根本就不要用這個方式 那至於剛才委員所關心的這個 就是這個過程裡面到底在行政的裁量上面 怎麼再處理後續的部分 我想我回到會裡面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把相關的這個九十六年到現在資料 把他調出來然後我們去了解一下 那既然這個行政法院已經確定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做後續的作為呢 我想我們可以提到委員會來 我們來討論一下好不好 而且你知道他既然已經敗訴了 他也沒有主動 也沒有誠意 去主動去退會給人家 那還是放在那個地方 還怎樣 還照他的網站公佈說 現在可以不用搭配那個室內電話了 還是給人家優惠 他是放在哪裡 放在優惠活動裡面 所以現在是不是你們應該督促他 趕快退會 那退會是不是應該還要加幾力還給人家 委員剛才關心的這個部分 我想我就請那個陳國榮處長 趕快回去督促中華電信改善好不好 現在不是改善喔 現在已經輸掉了還叫他改善 他就已經要撤銷他了 不能說而且要趕快去退會 我想這個部分報告委員 我們馬上處理 對 那我希望他該退會 而且加進利息還給人家 相關的這個部分 很快也會有一個 請中華電信確認的部分來處理 而且還要做一個其他處置 你真的 照講說你退給人家 那你還要把利息退給人家才合理 所以不能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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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讓他讓他讓他這樣子 讓他這樣任由他這樣子 違法 好再來諸位我請教一下 在昨天的報章講說 你們要跟金管會合作 合作要對於那些 那個電視節目對於那些什麼 所謂的那個證件分析師 那那你你要來加以那個管控 我對於你們這作為啊 坦白講我是肯定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個把它提出來 是說有一些不具有證件分析師的資格 好像可以包山包海啊 每個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那個 那個那個在電視節目裡面亂講 那事實上害死很多人 像你看有個那個很有名的古董章啊 他就講他說十個頭顧老師啊 九個騙啊 那他當時聯合了五十多個那個名嘴啊 來坑殺那些股民啊 那這個是很嚴重的 所以什麼頭顧老師啊 我說頭顧老師叫頭顧老叔啊 你聽的話都都都會死掉啊 所以你們說你現在要他們 你要在每五分鐘 在他股市節目裡面 每五分鐘 齁要秀這個景影 那我想了解說你怎麼要 你怎麼跟金管會分工 到底這個監看 是你們監看呢 還是監管會監看 那至於這個老師 他有沒有證監分析師的資格 還有說你說你每五分鐘他要秀那個警告語啊 那你是不是每天要派個專人坐在那邊看 而且那麼多台 你怎麼看 齁我之前有時候我們政府啊齁 政府很多的利益都很良好 可是執行都很不利 反正漏人口舌 漏人畫面 你做不到你就不要說 齁你現在說好 要他們他們那個說什麼 將來那個不管你台股交易時間啊 或晚上交易時間啊 你每五分鐘你要秀出三大景影 齁就是說什麼節目內容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的判斷 還審慎投資支付風險 還講說本節目 與節目中所分析的金融商品 沒有不當的關係 齁那你說五分鐘要秀一次 五分鐘要秀一次 那麼多台 齁幾乎那個那個電視喔 那個後段的那個每一台都是 八十幾台後面都是 對八十幾台都是對 啊你有沒有那個能力來看 是現在那個金管會那邊 他主要是他們有一個投顧工會 所以他們會請他們的工會來負責監理的這一塊 你想工會會去監理嗎 你就自己你這樣 他有這麼高的業數嗎 對 我們這邊也會有民眾申訴的部分 就是民眾如果他們自己看到 他們覺得我們也有個申訴網 我們有一個那個網站 所以他們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 還有一個熱線 他們可以打 所以你應該喔 應該要求 你應該要要求 在每一個 就他們這個分析師的每個節目裡面 你現在要宣導嘛 對 所以你應該要強迫他們說 這節目開播之前 一定要怎樣 做個廣告說 欸我五分鐘要打這個 請怎樣 全民來監督 全民來看 那把你們 什麼投訴的網站啊 投資的管道 你要公佈嘛 或者你怎麼去抓 更沒辦法抓嘛 那還有 那你現在是說好 你們現在要做那個什麼 自播證件 期貨投資分析 或評論節目 應注意事項的草案 那也就是說 在你們這些草案裡面 你是不是能夠大聲跟我講一下 你要跟金管會 你要怎麼劃分 劃分這個職責 大時候他推給你 你推給他 推來推去 謝謝 這個注意事項 是針對媒體 自播這類節目 應該注意的原則 所以是給業者 自播節目的時候的參考 那如果他們沒有按照規定 如果違反政管會的規定 我們就移送給金管會認定 因為金管會才是財經的專家 他們認定違規了 他們會處罰投顧事業 然後這樣子 好不好 我希望就是說你們那個草案 出來出來 你是不是能夠先送給我們看一看 是我們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兩個禮拜 所以我們是不是請主席才是 就是他們草案來了之前 是不是能夠先 先給我們那個交通委員會看一下 我們跟金管會確認的 相關的草案之後 我們送到這邊來 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羅索磊委員